问题是一个在新加坡法会有一个同修听到了一位菩萨的开示 但是不知道是哪位菩萨 内容是人最大的执着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明放不下力 这都是贪的起源 明明可以放下的诸多欲望 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之中不能完全战胜自己的内心 被欲望左右 人要学会出离 使出繁境进入圣经 就需要不断的消业和努力进步 增加自己的禅定修为 为什么师父说禅是修为的最高顶点 因为禅可以令你的内心定下来 一个人越修越好就是要定得下来 如果左右不定飘飘悠悠就一事无成 方法就是自己悟 师父的白话佛法很经典 很多句子可以让你们瞬间开悟 很不容易的 好好看 往心里看 往头脑中记 一遍记不住 多看几遍 一篇才多少字啊 真取吸收背下来 或者讲出来都行 弟子们好好修吧 这次新加坡和澳门法会 师父帮你们背了很多的业 师父疼惜你们不愿意说出来 很多弟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强的 路相随俗 大家应该懂得的道理 到人家国家 就应该遵守地方上的法律 不要把本国的行为带到其他国家 弟子们好好反省反省 反省反省吧 钱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弘法也好 做功德也好 但是不要自己做的不好 殃及了那么多的发心 话到此处 请大家珍惜吧 好好改正自己的毛病 记住 跟随师父 弘法度人是随缘无碍 但是不要跟 不要给别人带来烦恼与麻烦 都好好珍惜吧 阿弥陀佛 你知道是谁吗 你知道吗 知道是谁吗 我开始看到的 跟观世音菩萨长得很像 穿着也是飘飘沙的那种 长长的 我以为是观世音菩萨了 后来他自己告诉我 世智菩萨 大世智菩萨 他连个大字自己都不讲 你看看看 世智菩萨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 你看他为什么说 奥弥陀佛最后 明白吗 西方三圣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修吧 我们告诉你们 菩萨跟我们很近 其实经常在提醒我们 经常在教导我们 只是我们自己永远不听 有时候你的灵感 会提醒你 这事情不要去做 你就憋不住 你一做了 你接下来闯大祸 就这样 明白了吗 对 明白 跟随师傅出来红法 表法很重要 应该严格守戒 遵纪守法 但是如果自己做的不够好 秧极了那么多发心 带给别人 带给别人麻烦与烦恼 这会有多少的业障呢 很简单 看你造的业有多生 如果你给越多的人带来烦恼 你的业障越深 你给一两个人 那就业障比较浅 你念礼佛就可以 如果你让所有的人都在烦恼当中 那你这个人 大业 听得懂吗 那应该念 如何忏悔补救 念多少礼佛呢 如何忏悔补救 念多少礼佛 不停地念 每天念礼佛 才能补救 好的 感恩师傅